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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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你没事吧 只是一个玩具而已 注意你的举止 张静媚 你可是偶像 要少女一点 玩具而已 没事 假的假的 没事 没事 谢谢 谢谢 别害怕 别害怕 假的 看不出来吗 什么智商 人家是完美偶像 哪像你这么粗鲁啊 什么偶像 我看他呀 就是个绣花枕头 还好没有穿帮 没事 没事 谢谢 胆敢捉弄我 会是谁干的 金梅 惹到龙日衣你就惨了 那我以后小心一点 会不会就没事了 难道那家伙 只会用这样 不入流的手段 这边你帮我拽一下 好 可以了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金梅你快点 我球鞋找不到了 体力老师最恨迟到了 我先走了啊 你先去吧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 怎么少一个 最恨迟到了 报告 报告老师 她迟到了 难道不应该受惩罚吗 金梅又不是故意的 她迟到了足足五分钟 老师 没错 张金梅 法宝武器 不是 金梅她 我看病 下次上课 不准迟到 都听见住没 来 热身运动 都活得开了啊 张金梅 不能认输 他们想看你哭 你偏得笑得比谁都好看 怎么穿皮鞋跑步呢 因为被人陷害 纯属意外 这个钥匙给你开的 我去记得按时服药 好 谢谢医生 张金梅 你是我第一个送病危通知书的人 原来她说的病危通知书是这个意思 什么 哦 没事 皮外伤而已 不会下病危通知书 嗯 你的脚今天没法穿皮鞋了 还是穿拖鞋回去吧 嗯 谢谢医生 龙日衣 你死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